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篮球界的一个热点人物,杨明 至于从球员到教练的转型代表,最近可是有不少新动态 杨明的故事可谓是跌宕起伏,咱们一起来看看 杨明大家都不陌生吧,作为辽宁队的主教练 他可是带领球队连拿了三个总冠军 这个成绩在CB历史上可是前无古人 要知道,从球员转型成教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杨明能有今天的成绩,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汗水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说起杨明除了他的教练身份以外 还有不少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 前段时间,杨明被爆出婚姻出现了问题 这件事一度让他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原本他已经受邀成为了某篮球真人秀节目的嘉宾 可是因为他的离婚风波这档节目也只好暂时搁浅了 离婚的事确实给他的形象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不过杨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明重新的振作起来 杨明重新的振作起来回到了他最熟悉的篮球场 带领辽宁队取得了三连冠的辉煌成绩 重新赢得了球迷和公正的认可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下 在篮球圈内,杨明和那些名帅相比 他还是缺少国家队的执教经历 这一点也让很多人对他是否能接任国家队主教练产生了疑问 尽管有不少人呼吁他接班 但杨明自己明确表示并没有这个打算 说到杨明的执教风格 他和杜丰、李楠这些名帅有着不同的特点 他更注重球队的整体协作和精神面貌 这一点在辽宁队的比赛中体现得凌厉尽致 虽然没有国家队的履历 但杨明通过自己的方式继续为中国篮球贡献着力量 秀赛期杨明选择了稍微放松一下 把球队的训练工作交给了吴乃琴指导 与此同时他还接下了一个新的工作 参与国内一档火爆的篮球真人秀节目 担任明星教练的角色 这个节目在球迷中间可是有着相当高的关注度 杨明的加盟无疑为节目增加了不少的亮点 说到这档篮球真人秀节目 杨明和歌手苏行等人一起来到了贵州录制节目 他们在贵州的村憋的动态也引起了不少球迷的关注 卸下了赛场的压力 杨明的状态看起来是轻松了许多 通过这个节目 杨明不仅展示了他的篮球才华 还为草根篮球和中国篮球的推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实际上像杨明这样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广篮球的方式 早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 例如美国的篮球明星詹姆斯 他不仅在NBA赛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还通过各种的商业活动和慈善项目 推动篮球运动的发展 再比如说科比 他通过自己的篮球学校和各种公益活动 激烈了无数年轻人热爱篮球 追求自己的梦想 杨明的做法和这些国际巨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他虽然没有选择去国家队指教 但通过参与真人秀节目 他在捞金和推广 和推广篮球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这种做法也许正是姚明等篮球界领导所期待的 通过多种方式推动中国篮球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杨明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对于中国篮球界来说 那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与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国家队 不如通过各种的渠道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篮球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篮球运动的普及率 也能为未来培养更多的篮球人才 通过真人秀节目 杨明不仅向观众展示了他作为教练的风采 也让更多人看到篮球的魅力 这种从娱乐角度切入 吸引更多人关注篮球的做法 无疑是对中国篮球发展的一种友谊的尝试 未来我们也期待看到 更多像杨明这样的篮球人 通过不同的方式 为中国篮球的发展的贡献力量 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杨明的这种多元化发展怎么看呢 你觉得他的这种方式 能否真正的推动中国篮球的发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